苏州台商協會是成立於1995年 所以其實很快的馬上就要邁入第30年了 很榮幸這次當第10屆的台商會會長 台協會下面有主要是五個片區 有吳中、相城、園區、還有新區、還有所謂的雇書區 主要這幾個區塊 總體的會員數全部加起來應該有600多會員數的企業 我們蘇州台商服務有很多塊 主要一塊就是在互相學習的這一部分 所以我們通常第一手拿到政府最新的一些政策 我們很快的辦明一些講座跟一些互動的環節 讓廣大的會員們能提早的快速的知道這些政策 有些是這些子女就學啦 包括這些家庭的安排的這些服務上 這個台協會也能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 台協會來這邊那麼樣久 很多都已經變成是兩岸婚姻了 所以這個也有一個兩岸婚姻的這樣的一個角色的扮演 我是站在這個前任的肩膀上 所以其實這個好幾任前任的我們努力了那麼久的這些會長們 所有的台協會的會員們都有做了很多的貢獻 在他們的這個之前所已經做好的這些工作 我們希望說能創造更年輕化的這樣的一種概念 包括在電子化啦在一些訊息上啦一些媒體上 我們也希望說有些創新 因為我覺得畢竟現在的年輕人跟上一代的年輕人 所謂的交流平台跟上一代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也希望還沒有加入台協會的 都能踴躍的來加入這個蘇州台協會 我們很鼓勵也創造很多這些所謂的實習的機會 讓很多的年輕人能從跑到台灣能來到蘇州來實習 希望未來能幫助他在蘇州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以後不管是未來的繼續工作還是創業 甚至於能成家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畢竟的過程 可是我覺得第一個我們更加重要的是說 他要先來了解蘇州愛上蘇州 這樣他就一定會留在蘇州 蘇州是個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特別是在這個信息電子化 這個蘇州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台商也在這個當中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未來所有的訊息電子化 還是看得蘇州 所以這個兩岸的合作其實是更需要加深加強 在未來的這些市場的變局上面 我覺得蘇州需要扮演出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從最早中央的31條到江蘇的到市裡 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最簡單的講是 我口袋裡面的現在的除了台胞證 還有居住證對不對 所以其實對於很多人出行 哪至於全世界跑 這些都有很多的這些便利 我相信以中央也好到江蘇省也好 蘇州也好 我相信未來會出台更多的政策 不只是所謂的兩岸一家圈 是兩岸一家人的這樣的概念 很多老一輩的現在也常常在講 我未來也要退休在蘇州 兩岸的青年就是要手牽手 大家一起努力來迎接未來所有的挑戰 我相信只要大家合作 以和為貴 就是有和就有邪 就是就有和諧的社會